product 嘿 你們是誰啊 嘿 嘿 噢 你們是誰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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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惯好 这人敢耍我 继续打 高冬 拿到我 我没有背叛你 你不要打 我真的没有背叛你的高冬 你告密的事 行李经理都告诉我了 还想骗 高冬 这事情不是这样子吗 上次我跟你见面 被辛华的行政总监 张永年看到了 所以我不得不跟他讲 说我是要调查李经理 备办公司的事情 才看你见面 这样子我才能留在辛华 继续为你办事 我现在升经理了 不是就有更大的权利 能够替你收集情报 我这样对你不就更有价值 很重 我又还没踩你照片 都你那张嘴在说 凭什么信念 高冬 如果我真的背叛你 我就不得好死了 干嘛 等一下 干什么 我看这样好了 帮我完成一项任务 我就饶了你这次 什么任务 你们辛华即将要跟奈迪 谈明年度的代工合约 合约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 报价 我要你把报价单拿来给 什么报价单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也对了 你负责工厂 当然不知道 那些报价单 一直都是你们行政总监 张又年在负责的 张又年的业务 这太难了吧 我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见他啊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张家人 叫你接近张又年拿到报价单 对你来说很难吗 高冬 我虽然是张家人 可是我跟那么一家子不合啊 我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近他们 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败的人才找理由 要随便那个什么谁都能够完成的事情 我何必找你 再说了 不可能的任务 才能够凸显出业经理的价值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十万 通过是我预付你的奖金 如果我不做呢 不愿意啊 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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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冬 我做 续成之后 我会再多给你十万 我很看重叶经理的能力哦 不要让我失望 等你的好消息 不送叶经理回家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好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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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唉 唉 唉 你明天再洗啊 我先去洗澡 郭华怎么有这么多现金啊 云在流浪 眼泪流下 别再犹豫 天亮慢慢走回家 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